近日,2018歌手第七期播出了全新部位歌手腾格尔犯歌天堂无疑给观众和歌手们百分百的音乐震撼,并获得网友好评如潮,腾格尔更是借此获得了第二的成绩,华晨宇夺得冠军,杰石姐第三。 许多人开始期待第八场歌手,下面一起了解一下。 随着本场竞演尘埃落定,歌手们即将切换到下一阶段的备战之中。 然而与往期节目不同的是,在本场竞演排名公布的现场,下期即将登录的全新踢馆歌手霍尊竟然提前曝光。 据了解,以2012年真人秀节目三强身份出道的霍尊亮相过多个选秀舞台,2014年还曾拿下两档选秀节目冠军, 他以东方婉约风格见长,不仅推出过包括卷珠莲在内的多首听众耳熟能详的高致原创中国风歌曲, 还成功登上央视马年春节联欢晚会,而由于霍尊对于戏曲的演绎与理解同样不俗, 因此不少观众期待称,他的加盟势必会给近年舞台带来又一种全新风格。 据悉,歌手2018第87将在2月28日录制,3月2日将停播一期, 停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3月2号刚好是元宵节, 而歌手2018必须要给元宵晚会让位, 而停播的第87将会移到3月9号播出, 让我们敬请期待霍尊将给我带来怎样听觉盛宴吧。